有电影不心慌或慌歌 话说这里放着2亿美元 老娃带着手下冲进房间 干掉所有喘气物体 把美元装进塑料袋 缠上胶带粘在绳子上 拆掉马桶 把绳子塞进下水道 并派手下切割铁门拖延时间 不料一个枪手突然攻击 切割铁门的手下当场身亡 指挥部接到人员上网消息 派出救援队 手下立刻停止拿美元 把绳子挂在下水道口 恢复马桶位置 就连卫生纸都放得一丝不够 老娃让手下先撤 抬手扔出特纳车 烧掉剩余美元 第二天晚上 老娃带着手下来到下水道 根据手下搭机锚统计 他们这次搞了1000万美元 到达地点后 他们傻了眼 绳子被割断 美元消失不见 旁边还有一颗子弹 貌似在威胁他们 而他们作为最强击毒特战队 从来不怂任何人 老娃下定决心要找出偷钱的人 然而不等老娃行动 调查局找上门 以滥用职权偷盗毒枭黑钱罪 审查老娃和一群小弟 老娃等人心理素质很强 不仅不认罪 还把调查员心态彻底搞仗 四个月后 老娃官复原职 却在叙叙时 被没有战斗力 指挥拍马屁的同事嘲笑 老娃可不惯着同事 抢走同事手枪 扔进叙叙池里 同事怕挨揍 只能忍着尿素味拿走手枪 教训马屁同事后 老娃心情大爽 本想和手下庆祝一下 却发现手下十分散漫 甚至开始相互怀疑 对方偷了钱 战斗力更是直线下降 训练时连门后的枪手都没发现 老娃一看手下这造型 心里气得不行 钻进训练屋 让手下实战训练 手下怕误伤他 打起十二分精神 以最完美的战术配合 顺利完成了训练任务 手下们也消除了所有怀疑 毕竟一家人 最重要的是开开心心在一起 丢掉一千万都是小意思 等下次行动时 再弄一个亿 老娃请所有手下蹦迪 手下小淘气 顺手干翻一名酒吧保安 嘲讽保安战斗力太差 正当手下们嘚瑟时 却不知道更大的麻烦 找上了门 深夜十二点 小淘气听到哭哧哧哧的声音 他看向窗外 瞬间吓出一身冷汗 一列火车正撞向他 他要启动房车离开轨道 火车已经来到眼前 他要打开车门逃跑 车门却被焊死 他急得轻轻抱起 口水刺剑 却无济于事 一声巨响 他和房车被撞成渣渣 等队长老娃赶到现场时 警察只收集到了一部分小淘气 女探员短发姐初步判断 小淘气是醉酒驾车 恰好在铁轨上睡着 这才被撞成渣渣 而当短发姐得知 老娃和小淘气 是缉毒特战队成员时 立刻推翻初步判断 把这起案件定为谋杀 短发姐和老娃 来到另一个手下家里 打算问一些消息 却看到手下没锁门 老娃喊手下名字 对方也不回答 老娃心里一凉 拔出手枪搜查每个房间 而短发姐不长眼 脚下一滑 滑倒在地 地上全是血 抬头一看 手下就在天花板上 手下尸体被送进解剖室 法医分析后吸了一口冷气 凶手十分残忍 每一刀都捅在非关键部位 这样能让受害者尝到最疼滋味 而这种残忍手法 只有墨西哥独销的雇佣兵 能干得出来 法医通过凶手残留毛发 进行DNA对比 确定凶手就是雇佣兵 得到凶手信息 老娃开始担心 住在森林里的手下 他和短发姐立刻赶路 要提醒手下安全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 一群雇佣兵潜入森林 快速向手下靠拢 手下感觉到危险 超级满配斯卡 对雇佣兵凤狂吐吐 每颗子弹都压着雇佣兵打 如果黄哥有着压枪水平 估计天天都能吃鸡 而雇佣兵趁手下换子弹 爆发最大火力 打伤手下肩膀和大腿 手下想撤回房子 却被打成重伤 只能眼睁睁被雇佣兵干掉 等老娃和短发姐赶到时 手下已经凉透 老娃沿着战斗痕迹 在森林里 找到一个被陷阱干掉的雇佣兵 通过雇佣兵手臂上的纹身 确定了雇佣兵的准确身份 然而短发姐认为 毒枭疯狂报复老娃等人 肯定有其他原因 短发姐找到一个老娃手下 仔细询问 结果却差点吓哭 原来当年老娃带领手下 逮捕了一个墨西哥毒枭头目 本来是大公一件 不料在交接头目时 墨西哥一个女警 突然拔出手枪 蹦了毒枭头目 女警被当场逮捕 老娃只能带着队伍撤退 结果刚返回基地 就接到了报复电话 老娃的媳妇和儿子被绑架 对方把杀害老娃家人的过程 拍成视频发送给老娃 老娃彻底崩溃 开始四处猎毒枭小弟 只希望能找到幕后黑手 短发姐一听老娃那么惨 对老娃十分通情 而老娃深夜不睡觉 来到短发姐家里 一顿甜言蜜语 用八块腹肌 俘获短发姐方心 短发姐有了爱情滋润 那是干劲十足 立刻申请逮捕令 启动电话监听 搜寻雇佣兵躲藏的位置 查出雇佣兵地址后 第一时间通知老娃 老娃带着手下全副武装 杀气腾腾来到一栋楼前 由于无法确定准确房间 需要挨个搜查 威胁控制开枪冲动 等搜查到三楼一户人家时 旁边房间突然射出AK子弹 手下迅速躲避还击 解决对方 冲进楼道 踹开房门 无差别攻击 瞬间干掉房间所有人 不料另一个房间里 还有一个站在AK上的男人 对方火力更猛 手中AK扫出成蹲子弹 打完子弹后 顺利被送上了西天 一切安全后 他们在房间里 发现了液体毒品 这种货色 只有小角色才拥有 老娃意识到杀错了人 而真正的雇佣兵不在这里 老娃等人撤退时 短发姐带着手下赶到 两人交换一下眼神后 短发姐开始打扫战场 与死闹时 两个渔民发现了雇佣兵的踪迹 渔民费力拉动渔网 以为抓到了大鱼 结果拉上了一个 被铁丝包裹的人 更可怕的是 这个人身后还捆着三个人 四具尸体被送到解剖时 短发姐通过纹身判定 这些人正是消失的雇佣兵 而且他们已经死了一个星期 而老娃的小弟三天前被杀害 这群雇佣兵不是凶手 而是被凶手杀掉 成了替罪羊 老娃的手下得知这个消息 又开始相互怀疑 都认为对方偷走了一千万 老娃劝手下不要多想 却引然了怒火 手下拔枪相互瞄准 而大鲸毛更加嚣张 当场给老公戴帽子 和小黑走了人 整个队伍彻底解散 各奔东西 一个小弟心疼老娃 私下让短发姐 劝老娃想拍一些 不料小弟刚和老娃见面 一颗子弹飞来 直接干掉小弟 老娃立刻和短发姐 找到四周巡警 从巡警口中得知 开枪的人正是大鲸毛 这一下短发姐确定 是大鲸毛拿走了钱 现在要杀人灭口 老娃和短发姐 来到大鲸毛老公家里 却看到大鲸毛的老公 躺在地上没了气 原来大鲸毛解决队友后 想拿着护照和小黑私奔 老公不同意 把护照塞进搅拌机弄碎 大鲸毛拿起菜刀 刺穿老公妖子 送老公上了西天 还对着老公一顿道歉 看来老外属实虚伪 人都弄死了 道歉有个屁用 老娃一看大鲸毛 连老公都敢杀 心中无比气愤 拨通大鲸毛电话 约大鲸毛在停车场见面 大鲸毛知道老娃动了杀心 带着小黑下车 抢下一辆车 把女司机捆在车上 来到停车场 用女司机做诱饵 吸引老娃火力 果然老娃上了当 手拿武器观察 被大鲸毛从背后偷袭 一枪赶翻 幸会老娃穿了防弹衣 外加8块腹肌护体 基本没有受伤 大鲸毛要继续补枪 短发姐一脚地板油冲上来 接应老娃上车 小黑只能带着大鲸毛逃跑 老娃在后面猛追 手里子弹对大鲸毛猛怼 打得大鲸毛不敢开头 小黑只能180度掉头 和老娃硬杠 结果加速太快 一头撞上拖车 瞬间被摸头杀 大鲸毛也受了重伤 奄奄一息 老娃来到大鲸毛面前 质问大鲸毛为啥偷走钱 大鲸毛眼中满是嘲讽 说是老娃拿走了钱 老娃一枪上去 崩了大鲸毛 防止大鲸毛继续说话 而短发姐被动了一脸蒙圈 不知道谁真谁假 只能说短发姐智商不咋地 很明显谁火到最后 谁拿了钱 等短发姐反应过来时 老娃已经消失不见 一个月后 老娃出现在了墨西哥缉毒署 让署长交出 杀害他妻子的凶手资料 署长说这是机密 不可能给他 他也不废话 抬手拿出5万美元 署长不为所动 老娃却一直没停 一直把钱堆到500万 署长立刻拿出资料 想把照片给他 却紧张到手滑 根本拿不下照片 把所有资料都给了他 并说从没和他见过面 老娃查看资料后 发现凶手正是另一个墨西哥独孝 他假扮成墨西哥人 来到独孝 经常出现的酒吧 分析保镖配置 这时独孝一看 老娃没机会下手 带着一个妹子来到厕所 老娃认为独孝很上道 来到厕所里 俘虏独孝一耳八字 打掉对方十颗大牙 把对方摁进冰块里 一枪蹦了对方 保镖听到枪声 要冲进厕所研究大哥 老娃却不给他们机会 走出厕所 对保镖凤凰攻击 一口气解决所有保镖 而老娃心脏也被击中 但老娃根本不慌 坐在凳子上 整口福特加 再后来 老娃用剩下的500万 把自己改造成了终结者 坐上时光机去了过去 从此 老娃过上了当终结者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群聚中 这部电影里 老娃格局有点小 为了给家人复仇 先杀了队友加buff 真心有些不地道 如果钱不够 多突击几次不就够了 别说一千万 一个亿都能弄到手 所以说格局太小不行 不仅坑自己 还坑队友 好了 今天电影倒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